从谈话之间去发问你的需求 从而之间去推荐更适合的东西给你 譬如说有个别的顾客其实也不少 作为一个咨询者我觉得最大的先决条件 就是要将顾客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而刚才也提及到 其实我们PU团队 其实我都会做多少的比较 我就在这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比较产品的逻辑是什么 大家如果觉得我这个逻辑是很合理 而且是很信任我的话 欢迎用这个电话去找我了解多些保险 或者找我投保 符合你的想法当然很开心 如果以上的这些比较方法未必很适合你的话 你也可以WhatsApp跟我说 看看大家可以怎么样交流一下 看看我可以怎么样因应你的需求 去推荐一些适合的产品给你 又或者提供一些我的想法给你 首先就是最多人看的这个危险的影片 我的那个比较框架是有几个 第一 65岁的退保价值 第二 80岁的退保价值 第三 第一下你幻想危险的时候 究竟65岁的时候会赔多少 第四 就是当你80岁的时候幻想危险的话 你会赔多少 第五就是它的理行比率 第六就是如果我找到他们公司的理赔数据 我也会分享给你听 而且我这个危险的比较是基于同一个价钱 同一个供款年期 因应你的年龄去给你一些比较 我就不会拿着其他公司的柱子 就跟你去比较的 我一定会给你去拿起其他公司的建议书 拿到过来给我 我才会帮你去做一个最均深的比较 第二个我会做比较的项目就是高端自愿医保 首先我会做的那个比较的位置就是总价钱 每年的那个保障限额 有没有无杀上折扣 还有没有免罩服务 我会做的高端医疗保险的比较 都是限于有agent gun的主流保险公司 尽量做到同一个占底费级别的一个比较 第三就是最容易比较的储蓄保险 我会先听听你的生活的情况 来去决定最佳的储蓄提取年期 因为因应不同的提取年期 其实得出来的那个比较的结果 都会很不同的 在那个提取年期里面 究竟那一年提取的款项有多少呢 那一年提取了款项之后 你得到的内部报酬率 就是我们经常说是多少厘 究竟是多少厘呢 就是他们官网可以追溯的离行秘率 这个真是新鲜军业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还可以分享每一间公司 他们背后所首持的资产 以及每一款产品所选择的投资规模是什么 但是每一款储蓄产品 他选择的一个投资策略 他所首持的资产 究竟股票百分比是多少 债券百分比是多少 不是每一款产品 他都会在他的策略上透露 所以找到的话 都可以分享给大家听 但是找不到的话 就可以看他本身建议书上 展示给你看的款项是多少 还有看他的理行比率去做一个判断 喜欢我们这个视频 觉得我说话很合听的话 欢迎赚好我们这个视频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稍后会有很多很有趣的资讯 跟大家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